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婷 婚礼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刻 如果能在法国办婚礼 那更是许多女人所向往的 但一名在法国担任公务员的台裔女子 因涉嫌诈骗中国观光客到法国举行婚礼 并从中不法获利 上诉法院以诈期和侵吞公款等罪名 判处她四年有期徒刑 法国土耳市市长杰曼佩戴三色薰带 为中国年轻夫妇举行象征性浪漫婚礼 这项浪漫活动由台裔女子韩立芳办理 但她涉嫌诈骗侵吞公款等罪名 遭到上诉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现年56岁的韩立芳出身台湾 父亲曾是政府高官 22岁时她取得法国国籍 2007年至2011年 她担任法国土耳市市长杰曼的助理 两人更发展出婚外情 韩立芳负责监督与中国之间的业务交流 之后虽然她辞去自己的婚礼策划公司 负责人的工作 但实际上仍在背后操控 与市府勾结 据中央社报导 韩立芳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 锁定中国观光客 为他们策划集体婚礼仪式 举办婚礼之外 还安排他们参观酒窖 游历罗亚尔河城堡群等旅游行程 共策划240场中国观光客的浪漫婚礼 获利近75万欧元 其他获利还包含她在市府工作的薪水 以及从中国观光客身上获得的报酬 2013年韩立芳以诈骗 私吞公款等罪名立案收审 2015年另外以同谋 遭到收审的土耳市长杰曼 在开庭审礼前一刻自尽 留下遗书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时土耳市的公共建筑都将半旗 以表示对杰曼的哀悼 后来韩立芳隔年被一审法院判处 30个月有期徒刑 仍可上诉 上诉法院在去年10月审理此案 昨天法院宣布判决 韩立芳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缓刑一年 根据法国当地媒体报道 韩立芳并没有出席听判决结果 法院已发出逮捕令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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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